韩星张子言三层陪客屋曝光,自杀皆被逼提供5批性服务。 曾演出韩版《花样男子》的韩国女星张子言,在2009年3月于家中上吊自杀身亡,享年只26岁,并留下一书控诉长期被社长抢逼为财经界、演艺界、新闻界以人士等提供性服务约100次。 因此案公诉期将于8月4日到期,故此令各界关注,该案件近日重启调查。 早前韩国节目PD手册爆出涉及导致张子言自杀人士的名单,当中包括及TV朝鲜社长、朝鲜日报记者,以及乐天集团父子辛格浩、新东兵等。 PD手册肥本次发生了比 angelsきでー ở chunard by 生常 explaining tκ. según talked. PD手册称,张子言长期担经理人公司强迫賠酒为 selector труд,提供性服务,而且甚至被要求舞弊,若不服从被殴打。 有指心格浩、新东兵便要求父子彗吉佛同时共享张子言。 此外,据传张子言不但被要求集体性交,有些高层的玩法更狠变态,事后令张子言无法正常走路 令首尔体育制,张子言经理公司的社长金某,受了楼高三层楼的所谓黑腿屋,让政商名流在此满足淫欲 此陪可屋的一楼为酒吧,三楼是VIP一房,而酒吧的职员正是常看见张子言出现 张子言2009年3月于家中上吊自杀身亡,并留下一书,控诉长期被逼为财经界、演艺界、新闻界以人士等于30人提供幸福 事件虽发生在9年多前,南韩人却并未忘此事 日前,网友联署要求重启调查,因此案公诉期将于下月4日到期,能否在余下的一周内办案,令各界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